当各位家长完成了设置精灵里面所有的设定之后 我们就会即时进入了这个家长天地 在家长天地里面家长可以看到有五个多多红的按钮 不如我们现在先讲讲最常用的系统设置 当家长进入了系统设置之后 其实整部e-c-pack的设定都可以在这里作出改变和变更 包括刚才家长在系统设置精灵里面做过的选项 都可以在这里作出改变 我们不如逐个看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啟动器版本 这里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定期去按这个蓝色的按钮检查更新 看看你的e-c-pack有没有地方需要作出更新 当你的e-c-pack版本已经是完成了更新之后 可以在这里按确定 那就可以确保小朋友和家长用的e-c-pack是最新的版本 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帐户的设置 为家长刚刚应该在刚才的系统设置精灵里面 只要加入了小朋友的帐户 只要加入了之后就会看到小朋友就读的幼稚语名称 小朋友的名称和帮别 然后下来就是个语言选择 都是像刚才那样 家长已经在系统设置精灵里面作出了一个选择语言 但是如果你需要任何改变的话 都可以在这里选择 我们依然都会有分体中文、英文和简体三个选择 然后就是关于课程了 刚才我们在关于课程那里选择了显示所有游戏 即是Play Workshop会显示 K1、K2、K3和中文、英文数学三个科目的 所有游戏都会同一时间显示的 但是如果家长需要作出改动的话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然后就到这个权限 权限显示 其实就是Play Workshop会显示 中文、英文、数学什么科目 家长其实只要在这三个程度 即是说他一定会在Play Workshop那里 显示了中文、英文、数学一程度、二程度、三 三个程度的游戏 而最后一个就是Apps更新 这个跟我们第一个选择一样 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定期去做一个Apps更新 确保小朋友和家长现在手头上的easypack 里面的Apps已经是最新的版本 好了 这六个选择我又介绍完了 我们可以按过路口这个箭嘴 就可以出回去刚才是家长天地 另外EVR Kiss 就是我们EVR的Apps 家长进去之后可以看到通色漫游 和其他和学校相关的内容 而学习记录也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评估模式 里面可以看到Play Workshop内所有游戏 小朋友玩过什么 拿了几个星 家长也可以看到 而应用工具就是这个平板电脑的一般常用的工具 包括相机、录音、地图等等功能 而最后一个就是家校亲子频道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和比较直接的程式 给家长可以即时看到通色漫游 全味百科等等的内容 好了 家长天地我们就介绍完了 不如我们一起去综合儿童天地 家长天地 说几个星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